借鉴中共前领导人刘少奇、赵紫阳和胡锦涛出访, 回国后发生的权力更迭,请问七哥, 习太阳此次出席印尼G20峰会, 会不会有各种意外发生呢? 暗网这几天,竟然第一次有人在暗网上出高价钱, 什么一千万、两千万美元, 说谁要是提供习的飞机的这次飞行的路线编号给你五万, 什么人员名单十万,还有短暂的时间竟然有人出, 谁把习的飞机打下来给两千万美元的暗网的这种信息。 第一次啊,这是很吓人的, 我觉得这次他出行很不安全, 我希望这个当年的事情不要发生在西太阳身上, 中国人民,特别是新中国联邦需要你帮助我们把共产党这帮人都抓光, 都抓起来,所以说你千万好好活着, 任何角度考虑,现在对我们来讲,习主席得活下去。 就在过去的一周的时间,听说军队内抓了就几百号人, 胡派的还有曾派的,特别是曾庆红、戴永格, 还有什么张松桥等人所有的下属的公司被抓了N个人, 从香港往回抓人一车一车的拉, 这个抓人的速度在二十大后疯狂。 原来驻港部队还有五十四集团军, 还有一个所谓的东部战区一堆人被抓, 而且很重要的, 现在知道中纪委、政法委抓疯了, 谁能帮咱干这事的? 你只能是习主席习太阳了, 所以说他老人家得活好, 他只要是有人行动, 只要你坐在飞机上, 基本上要想有人干九十九的成功力, 特别他要途经阿富汗、伊朗、到沙特、 红海、叙利亚、野门、尼巴嫩, 这些最最危险的地方。 你沿着那个水上,就是马六甲那块往这飞, 实际上那就是一个空中的棺材, 飞行中的就是民航机, 要有人要打的话, 那简直就是他根本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。 在空中的飞机到飞到一定的低度的时候, 就是下边人如果要打他的话, 就基本上等同于什么呢? 从桌子上往下扑了杯子, 哗嚓就下去了。 他太快了, 没有反应距离。 而且呢, 那个所谓战斗机上的都是防的是武器, 有些东西他不用武器就可以做到了, 很可怕的。 我认为在暗网花两千万美元, 要奖赏把习主席、 习太阳飞机打掉的人, 很有可能就是台湾人和香港人。